等一下 我這裡有重新整理了 好 哈囉 嗨 我跟老師突然就進入一個要直播的狀態 我們聊到一半有點害羞 有看到我們嗎大家 有看到嗎 嗨 在我右手邊呢 就是你知道 也不知道是我從小看老師到大 還是老師從小看我到大 總之老師就是我一個很大的貴人 因為我自己的公司的名字 然後什麼命盤 都是老師幫我看的 我們要歡迎謝妍姐老師 我剛剛跟老師說老師培養這麼忙 怎麼這時候會有空在台灣呢 他說因為每到了年底 他本人都會有著作出現 每一年都要給我們開示一下 對不對 老師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曾經哪一年想過說 算了今年不要寫 應該很困難 你是不是想說 比如說到年中要開始寫的時候 想說算了不然今年不要寫 然後出版社就一直追你 就說老師你今天怎麼還沒交稿呢 那明年到底怎麼樣 對對對 而且連交稿時間大概晚幾天 他都會說 那個到底什麼時候 要不然會來不及 所以你知道老師每到年底 就要被追氣 那我今天呢也是特別拜託老師 就是追氣來我們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老師今天要來跟我們說一說 2017 老師2017是基年對不對 對 那老師先來講一點比較不可怕的 2017大環境什麼比較好 2017啊其實基本上來說 當環境頭 如果觀眾朋友你是做吃的 吃的 對基本上來說我覺得 其實因為不管怎麼樣 明以時為天嘛 對 所以吃的我覺得還是 滿好的 對 那我們再講一點點可怕就好了 一點點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會很在意自己的生肖 我跟你說不要緊張 因為老師呢有幫我們每一個人都做了分析 等等我們都會跟大家說 那但是老師先講一下 2017大環境裡面 大家最需要注意的是什麼 整體來說 2017 它的整體大環境來說 投資的部分是最需要注意的 尤其是觀眾朋友 你是投資在房地產部分的話 可能要真的要很小心 那因為整體應該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某個區塊 而是大環境裡頭 那麼在房地產的部分 我們幾乎都遇到一些瓶頸 哦 我現在在目前 因為我跟我就是等於說 一起有一些這個 所謂的配合的一些公司 大環 他們很多都也都在做土地啊 開發啦 蓋房子啦 那麼他們其實真的遇到一些瓶頸的話 我應該都是還算滿 直接聽到很多很多問題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投資房地產的人 要保守一點是嗎 那如果已經準備要投資的人 是不是不要投資比較好 那我們其實是這樣講啦 有兩種 第一個就是它本身的 其實跟自己運勢有關 你知道運勢在旺的時候 好 大家那個時候都覺得說 不要投資不要投資 你知道他去買 買了之後他可能買 後來發現 他買的時候這就是低點 對 然後後面開始慢慢慢慢就漲 可是人家運勢在低潮的時候 大家都大家都在那邊買 你也跟著買 結果沒有想到 可能我曾經以前有一段時間 你記不記得有一段時間 是海撒屋的時候 對對對對對 大家去買到的都是正常的房子 結果運勢比較沒有那麼旺的人 就買到海撒屋 所以老師的意思並不是說 房地產不可以投資啦 老師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投資的時候 要比較謹慎一點 對 小心一點對不對 不要像以前那麼大手大腳 當然你有沒有這個命 可以投資房地產 在明年呢 接下來老師就要跟我們說了 因為老師有帶來一張 讓大家非常安心的一張運勢表 我們剛剛整個 team 的人看來看去都覺得 哇自己明年也太棒了吧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剛剛整個就是要開心到翻天了 我數羊 我數羊齁 明年三八一朵花我數羊 羊就是一智天狗異地得財 聽起來就很開心 感覺我明年會到處飛來飛去 但是不是這樣呢 我想接下來我們要請老師講 那因為明年是屬雞嘛 所以明年的主角是屬雞的朋友 那不然我們先從屬雞的朋友開始好了 我先問一下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朋友已經上來看我們生肖 有沒有屬雞的朋友 上面有滿多屬雞的朋友 我們現場沒有屬雞的啊 哎呀 大家明年都沒有 屬雞明年是犯太歲是嗎 對啊 犯太歲啊 我們現場都沒有耶 怎麼那麼棒 OK好那老師先來講講好了 因為我們上面有很多屬雞的朋友 好那你先來說說屬雞的明年 好嗎 一般來說我們通常特別提到 在這邊提到就是說 十二生肖 對 每個生肖其實它都有加分的位置 嗯 它也有比較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對 那針對屬雞的朋友 其實呢 安太歲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重要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呢 表示說這一年剛好是 我們這樣講好了 十二個生肖裡頭 各自有屬於金木水火土五種 對五種 各有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樹 對不對 OK 那出色年分不同 你的屬性就不同 對 因此同樣是 呃 屬雞的生肖幾點半太歲 有的人還是會逢充逼發 發得非常的旺 哦 那但是有些人就必須要小心 但是我們以整體的運勢來說來說 這個地方呢 就特別提到 宜安太歲 哦宜安太歲 不管你是不是最旺的 那我還是建議稍微安一下 OK OK 老師一向是比較就是 呃 老師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他就是覺得 反正我們的習俗到這裡了 真的有安 真是有保佑 對不對 所以屬雞的朋友 就是明年要安太歲 不管你是哪一個年紀的屬雞的朋友 對 那所以 呃 我剛才知道耶 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一直以為 犯太歲的意思就是會很爛 那其實不一定對不對 不一定 也有人犯太歲很好 對 有人犯太歲很好 真的啊 因為他是這樣講 因為我剛才提到 蛇身有積木水或土五種 對 那明年是丁有年 所以大家如果仔細看一下 上面這邊寫丁 丁有年 對丁有年 在民俗上面來說 他是把它分成 甲乙、丁丁、物己、根心、任葵 剛好分五組 嗯 那麼甲乙都是木 所以他是木、火、土、金、水 對 那這樣組合下來 那丁就是火囉 嗯 那明年你能克助他的 比如說 屬於任啊 或葵出生的出生 就是水來克火 那你能克助他 你就會很有錢 哇 你就會很有錢啊 對 明年上面我克為財 就是你能夠克助他 你就會有財進來 OK 那相對的 如果你是被他克助的 比如說 他是根啊 或心啊 這個年分生的人 OK 他就會比較辛苦一點點 他就會比較有可能會破產 也許 OK好 那我們剛剛說屬雞 因為我們上面有很多朋友在問說 呃 呃 呃 像那個 呃 呃 U婷說他是小雞 他說那 1981年屬雞的要注意什麼 因為我們很時間有限 我們就是 我跟你說如果你想詳細的知道 每一個年份的雞有什麼狀況 或者好事 你就直接看老師的書就可以了 因為老師的書寫得很詳細 那我們今天只能針對大部分的雞 對不對 大部分的雞 有什麼事情 由我來說好了 因為老師一向都是講好事 我來講好了 屬雞的朋友 你明年要小心 預防車關低調形勢 嗯 車子要很小心喔 呃 可能一般來說因為犯太歲 通常騎車開車這方面來說 想要車禍 雪光 或者是意外事故 哦 那當然不一定你真的是開車 對 有時候你可能坐在車上啦 對 有時候你可能坐在車上啦 或者是說我走在路邊啊 哦 可能有時候可能需要注意 我想我們明年盡量不要跟 屬雞的朋友坐在同一個車上 或者走在他旁邊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走好了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問 大家怕時間不夠 啊我從狗好不好 雞就是狗了嘛 有沒有人是屬狗的 欸很多耶 蠻多人是屬狗的 嗯 好好好 那老師來講講 屬狗的朋友明年怎麼樣 我們現場有屬狗耶 我的Selina是不是屬狗 耶 現場有屬狗的 哇 好好好 來 屬狗明年 好 屬狗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必須提到每一年呢 它其實它有兩顆星比較特別 一顆叫太陽 對 一顆叫太陰 那古代把男生就是 規在陽的這個部分 對 女生規在陰的部分 所以如果走太陽星的人的話 那麼 這一年這個生肖 那麼男生就會很旺 哦 那如果走太陽星的話 這一年那個女生的運勢就會很旺 OK 然後如果你仔細看一下 屬狗的部分 男性運旺 所以表示太陽星 是落在屬狗的生肖上面 哦 所以事業非常好 所以特別加分在事業上 老師那我們那個兩位都很Man 就他們本身就女人當男人用 是不是運勢也是還不錯的 是不是 其實基本上來說的話 如果不問桃花的話 其他方面我覺得還多還OK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老師這裡就寫說 屬狗的女生比較辛苦 要防爛桃花 所以你的意思說 女生除了小心爛桃花之外 其實其他都蠻好的 對對對 OK好 你們兩位 沒有良家婦女沒有這個問題 OK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到屬豬了 我們要把握時間 因為有 想看嘛 我知道 何家瑋想看嘛 然後 呃 配影也想看嘛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動作會快的 接下來是屬豬的朋友 名言怎麼樣呢老師 好 觀眾朋友如果你是屬豬的朋友 的話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屬豬的朋友特別要注意喔 因為在生肖上面來說 他特別提到 如果你本身的運勢 因為提到已經還算蠻旺的 如果能夠 我們提到 行膳就是多做一些膳食 幫助人家的話 他的運勢會更加分 所以其實運勢上面來說還不錯 但是如果你多幫助人家 在無形中 他的運勢還會再提升 所以屬豬的人本來就很棒 所以明年要多做好事對不對 那屬豬的朋友你只要小心 病傷虛弊跟不宜獨居 明年不能自己住是不是啊 我們現場有屬豬的朋友嗎 沒有嗎齁 沒有 好好好 他有一個特別的新聞 進到屬豬的生肖裡頭 喔 屬豬的生肖可能在身體健康方面 必須要稍微的注意 尤其是可能一些疾病傷勢的地方 要稍微避免 好 那其實醫師說 怕你自己能住 身體如果不舒服的時候 那可能你就 臨時找不到人家來照顧你 OK 就是所以明年不宜一個人 會特別容易覺得空虛寂寞 覺得冷 好 那因為大家好 大家不要急 好 鼠馬的朋友真的很急 我們接下來看 屬老鼠的好了 好不好 有喔 屬老鼠的 好 鼠老鼠的 好 鼠老鼠剛好是女生舉手 哇 好 鼠鼠的朋友你仔細看一下 他貴人願望 那麼提到女生 特望 對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另外一顆太陽星呢 就進到鼠鼠的生肖裡頭 OK 那所以變成鼠鼠的生肖 男女其實都還不錯 但是呢 女生要特別的加分 女生又更好是不是 對 我們明年想要抱你大腿可以嗎 好 但是鼠老鼠的朋友 有明年呢 太陰入宮 老師剛剛有講 所以女生比較好 對 但是男生就要防桃花喔 對 因為他其實這個桃花 會提醒你 就把這桃花不是好桃花 OK 不是好不是加分的那種 對 那有時候也許啦 這樣講就 可能我有兩三個 我在選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會介紹觀眾朋友 如果你可以的話 去買一條止水晶來帶 好 因為止水晶增強的 就是你的智慧判斷分析 OK 當你有好啦 你有兩位三位去選的時候 不會剛好在這個年費上 就 選到一個爛的 對 三個都好 你就選到那個最不好 OK 就不會趕快 趕快 趕快就不會冷 所以如果你想要腦子清醒 老師剛剛說 你要帶紫水晶 那接下來屬牛的朋友 我們屬牛的朋友 非常的有耐心 好 屬牛的朋友 馬可不可以冷靜 屬馬的朋友 好 屬牛的朋友好不好呢 好 屬牛的朋友 其實你看來說的話 事業運是非常的旺 而且基本上來說 會有貴人來幫助你 那麼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來說的話 應該這樣講 對不對提到 與財運 特別的旺 非常好 所以它基本上是 運勢也旺 財運更旺 你屬牛嗎 帶紫姊姊 不是啊 你在看猴啊 你等等 你等等吧 OK 所以屬牛的非常好 但你也要小心喔 因為你運勢很好嘛 所以你無鬼影響 要防小人 對 一般來說無鬼就是 我們有一句話說 煙花豪惹 小鬼難殘 對 那時候有時候就變成說 其實你本身是很會 但是有時候你在旺的時候 旁邊就會跟你很多建議 哎呀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哇你現在賺錢啊 那你要不要順便投資我們啊 那這個時候結果 就怕說別人的這個可能一些這個 影響到你的判斷跟選擇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你運氣這麼好 你更要小心你身邊交往的朋友 對 做什麼事要謹慎一點 低調一點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屬老虎的朋友 好 屬虎的朋友今年來說的話 整體運勢來說會稍微弱一點點 那因此這邊要特別注意 其實運勢上面來說 你只是在中等的這個單位 這個地方 對 比較平順而已 但是如果真的要更好的話 其實多多幫助別人 有時候你今天幫助的人 可能是在下個月或者是 再過一段時間 他就變成回頭來幫助你的人 就會反而變成我們的貴人 對 其實因為我跟著老師就是研究這些 就很多年 我就覺得老師都會提醒我們說 如果今年我們運氣很好的時候 我們就要多幫助別人 因為我們把好運氣跟人家分享嘛 然後如果我們今年運氣不好的時候 我們也要多幫助別人 因為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很好心地幫助別人 我們反而就有很多貴人對不對 好 那屬虎的朋友 你要注意身體健康喔 遠離也是病傷 跟那個屬豬的朋友一樣 要遠離病傷喔 對 因為他有兩顆心 是跟病傷有關的 OK 其中一顆落在屬虎的生肖上面 所以他在這方面來說 主要部分是怕說 有時候剛好我去探那個病 或什麼樣 回來之後自己身體不舒服 喔 所以這方面要注意 那其實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是屬虎的朋友的話 建議這一年裡頭 你去探病或什麼的時候 準備一個紅包袋 喔 一般的紅包袋 對 然後裡面放36粒的白米 喔 36粒的白米 對 然後一小撮的粗一點 喔 然後再準備 比如說七片呢 榕樹葉或芙蓉 或摩草都可以 OK 七片 然後放在 就把它放在紅包袋裡頭 戴在身上 OK 那離開的時候呢 離開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身體上 沒有什麼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覺得 怪怪 或者你擔心 沒關係 那我是這樣講 有些人就會在外面 就直接把它丟掉 對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好像回來之後 一路上好像不是很 順利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建議你 回去之後 把它放在 這個 如果有浴缸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你用臉盆也可以 一半的熱水 一半的冷水 洗洗擦一擦 它就會改善 就是如果你剛好遇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你必須要去的話 這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方法 你如果一路上一直覺得 肩頸很痠 有沒有 頭很重 你一直覺得 怎麼感覺車上很擠 對 你就可以做這樣保護自己的方法了 好那接下來 進入鼠兔的朋友 好 鼠兔的朋友特別注意 因為在民間說法以後 十二個生肖 正充的那個生肖 對 通常影響會比較大 OK 那老師為什麼他也要安太歲 對啊 因為我剛才提到正充 那第一個是坐在太歲位置上的 就屬肌的 屬肌的朋友 那它是把它 像一個始終一樣排列 因為十二個生肖 對 上面有十二一到十二 對 那麼通常它就是 這個生肖往推六個之後 那個生肖第七個 就是跟你正充的生肖 就像如果屬肌的 現在就要十二點的話 那屬兔就坐在六點 是嗎 OK 它就在正對的位置上 那所以變成正對的影響比較大 喔 真的啊 反而六點鐘的是影響最大的 對 因為我舉個例子來說 就像 我只 比如說我騎腳踏車 那我不小心前面有個人 我去撞到他 對 那你覺得是撞到 被撞到的那個比較嚴重 還是騎腳踏車那個比較嚴重 一般都是被撞到的比較慘 所以屬兔明年被撞到了 對 那騎腳踏車呢 當然它可能撞到你 它也會摔倒啊 那所以兩個都會有影響 但是我們講 正對的那個生肖影響比較大 所以屬兔的朋友明年 跟屬雞的朋友一起結班去安太歲吧 對 是不是 那我們來看看屬兔的朋友明年要小心 預防雪光 避免關飛 好像真的是要很小心喔 對 那其實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民間裡頭說 太歲當頭坐 無喜必有破 對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今年剛好你是坐在太歲上 或者是你被撞到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結婚啊 生小孩啊 搬新家這種大喜的話 那一定會有破 那這個破就是看它要在哪個方面注意 可能是破財啊 破皮啊 破皮 這個雪光破皮啊 對啊 都有可能會影響 所以如果剛好就是你是 太歲或者是對沖的那個人 還不如做一點開心的事呢 對 你可以結婚啊 買房子啊 對不對 都是一件好事 接下來我們要來到龍了 好 一般來說觀眾朋友 十二個我們講生肖裡頭 對 你就是把它當成 其實跟西洋的十二星座是一樣意思 對是一樣意思 那它其實這樣講就是說 都會有一個最好的星星 那跟比如說第一第一第二好 還有一個可能是比較不好 最不好跟第二不好 對 那剛好就是以生肖的角度裡頭 是 最好的那顆星叫龍德星 對 進到屬龍的朋友的身上 這麼棒 對對對 所以基本上來說 不管你是哪個年份的生肖 屬龍的朋友 大方向來說 基本上都是還蠻非常順的 明年最好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也有排行榜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看 自己是第幾名 但是明年屬龍的人很好 是不是 但是還是要小心 你要避開征送 這是官司的意思嗎 對對對 或爭執啊 或吵架啊 然後小心橫禍 那我剛才提到啊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集星進到它的這個身上 可是有時候我常常講 有一些東西 我們自己還是要迴避 比如說 像有的人中到發票 對 那或者是發票太小了 以前有所謂愛國獎 曾經有個案例就是 這個人呢 他突然中了一百萬 對 他很高興喔 他趕快去找 沒有什麼朋友 那時候沒有網路 所以他就去找他乾弟弟分享 那他乾弟弟說真的嗎 真的嗎 好啊 他說那怎麼樣 他說那我們去喝酒慶祝 你知道他們就去 飲酒作樂 對 然後喝 然後他 後來他就說 那不然去 去 他去旅館 開了一個房間 OK 在那邊喝酒啊 看電視啊唱歌啊 然後後來呢 那個男生就說 那乾弟弟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中 他就拿給他看 結果後來看了以後 那男的發現確定是中了 然後就起歹念 就遇到壞人了 對 遇到壞人了 所以有時候真的在那個時候 有些東西還是要稍微保守 還是財不露白 對還是越低調 真的是越好的 不管是運氣特別好 或特別弱的時候 我們都還是個性正直要低調一點比較好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到 好了 大家冷靜冷靜 我們接下來要到了蛇對不對 屬蛇的朋友 好 屬蛇的朋友基本上來說 這邊提到身心安泰如意順遂 對 其實屬蛇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份裡頭 因為牛 雞 蛇叫三合 三合基本上來說 它就是主貴人帶財運 真的啊 所以其實屬牛 屬蛇跟雞都有這個所謂的 所謂三合的貴的出現 是 那因此基本上事業各方面來說都會講到分數 各方面都很好 所以明年屬牛的朋友 屬蛇的朋友 屬龍的朋友都蠻好的 都有特別加分 都有特別加分 好的 我告訴你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來挫挫你的銳氣 因為屬蛇的朋友 你明年話不能講太多 要以和為貴恐有車關 也是出入要小心 其實有時候我常聽到 人在晃的時候 雖然我這樣講好了 可能有 好我舉個例子 十個人 可能有八個人是喜歡你的 對 但是一定會有一兩個 他會覺得 憑什麼 對 這就是運氣剛好到你身上而已嗎 對啊 那這個時候面對維持的時候 你就微笑以對 就沒有事情了 可是你如果就是為了這個事情 你就跟他 那你怎麼樣 那不行嗎 你就開始跟他吵的話 對 那有時候反倒是 折損了自己的那個 所以就是不能仗著自己運氣好 也不是欺負別人啦 就是氣勢很高對不對 對 而且屬蛇的朋友 你不要怕有車關啊 你就不要坐車 你都用爬的呀 我們蛇都是用爬 沒有問題的好嗎 對啊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屬蛇的朋友 明年的發展運很旺 而且呢 甚至他可能會到處跑 那甚至有時候他 連出國 外地工作機會都比較多 對 那越是這樣辛苦在奔波 那看到成果的人 那有時候 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自己開車騎上 你自己還是要小心啊 因為機會多了嘛 機率比較高 真的 我們現場有屬蛇的朋友嗎 沒有喔 哈哈 不敢講是不是 怕我叫你 老師自己是屬蛇 哈哈 老師我剛剛說你明年要用爬的 比較安全 但老師確實是常常飛來飛去 是真的啦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屬馬的朋友 好 屬馬的朋友基本上來說 他也是運勢非常的旺 因為明年運勢最旺的呢 如果把牌生肖上面來說 對 有四個 比如說屬龍 屬龍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 就是蛇啦 屬蛇的 屬馬 羊啊 羊 嗨 謝謝 謝謝大家 OK 剛剛是卡在這一段 真的啊 這一段的所有的星期都集中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呢 這個地方特別提到 事業順利 如魚得水 那麼棒 所以男生女生屬馬的都很棒 對 不論男女 真的呀 所以他們明年要衝刺事業 一定都寫事業順利了 對不對 好 那屬馬的朋友明年要注意什麼 欸 屬馬的朋友明年要注意口舌 你們平常就要注意啊 你們平常口舌就很伶俐啊 好不好 注意口舌恐有奔波 奔波是什麼意思啊 奔波是我剛才提到 因為工作忙嘛 對 你這樣對著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到處跑來跑去啦 奔波啦 我覺得 這個東西是可以看到 我常聽到 有些東西是 現在的努力是為了以後的這個成果 對 你是為了以後做一些準備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辛苦就辛苦啦 但會看到成果 OK 注意口舌屬馬的朋友 平常就要注意好不好 因為我屬馬的朋友 大多嘴都蠻壞的 OK 好如果你們有口舌的糾紛也是很正常的 OK 接下來到我了老師 鼠羊 好 你們是找鼠羊的朋友嗎 有鼠羊沒有 只有我 是鼠羊的朋友 是常 對對對 好多鼠羊的朋友跟我一樣 OKOK 鼠羊的朋友 鼠羊朋友剛才提到 前四名裡頭 整體運它是有進到進榜的 對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鼠羊的朋友 恭喜你 但是這個地方特別提到 異地得財 就是說 好舉個例子 你也不用想說 我現在我一定要到美國到哪裡 多遠飛 不用不用是不是 好老師我正在想這件事 想說到底要飛到哪裡才會旺呢 當然它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比如說我舉例來說 我在台北市 我到了新竹高雄都OK 真的啊 沒有說一定要飛出國 反正就是要離開家就對了 對對對 其實它今年的運 它比較屬於異地發展的一個運勢 所以不管這個箭頭飛到哪裡 像那個飛機 對 對 飛到全世界 飛到哪裡都可以 只要不要在家就好了 對對對 那一致天狗是什麼意思 天狗啊 因為在民俗上面來說 有兩顆星是會咬人的 那一個是天狗 那日本對這個天狗是非常的激乎 很害怕是不是 對對對 它意思是白虎 那一般因為狗會咬人 所以狗咬人就會有雪光子在 哦 那當然其實也沒關係 我們有時候像 我剛才我們提到有些人說 那我去軍學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是嗎 但是第二個它就是跨海 哦 跨海也有用 對因為它的意思有點像 常常有些人說運勢不好的時候 出去過個海水 對 要換換運對不對 把運換一換 對 就會改善 實在太開心 我本人就太喜歡飛來飛去了 所以明年很適合到處走來走去 對 飛來飛去是不是 然後我們要注意 出外小心 盛防雪光 老師 明年會有人騙我們屬陽的錢嗎 嗯 應該比較不會 那會騙色嗎 嗯 希望嗎 哈哈哈 我想說走出來有一點貢獻 沒有騙才 也都好 一切都好 就是出外要小心 然後小心身體健康對不對 因為其實這樣講就是說 它因為整天這樣講說 不能講整天 應該說 呃 它出外的機會太多了 對 那這個過程以頭難免就是 車 舟車勞頓 對 那在舟車勞頓的這個過程以頭 就怕說比較自己累啦 沒有注意啦 怕怕受傷 哦 好的 最後我們大意思姐姐等了很久 屬猴的朋友 屬猴的朋友呢 其實呢 大概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它的桃花 在前幾年 好像都沒有那麼旺 哦 會嗎 是桃花不太好吧 不太好對不對 前幾年不太好 我只能說 我要說 沒有錯 實話老師你要說實話 真的嗎 就是不好對不對 前幾年沒有桃花運 今年很好 今年很好啊 今年很好啊 因為特別提到 就今年桃花運特別的旺 要好好把握 甚至有些人 他有可能在今年認識 喜歡的對象 如果有喜歡的對象 那你要把握是 有可能在今年有結婚的機會 哦 真的啊 有可能有定下來的機會 是不是 但是他們今年定下來也是很好的嗎 對 而且不論年次哦 真的啊 他們都會想要定下來是不是 呃 嗯 這個就要看啦 因為有些人 他只想在一起 沒有想要接 OK 反正就是今年桃花很旺 會有一個伴 對對對 心會很高 放心啦 哈哈哈哈 也很希望吧 哈哈 OK 那是屬猴的朋友 要注意健康 關心家人 因為你要重婚 關心家人 OK 其實一般來說應該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要注意健康方面 嗯 那其實 因為他的今年有顆心進來的時候 是針對健康的部分有一點影響 OK 那所以其實還好就是 小病的時候 你要自己要注意 嗯 不要說小病我就忍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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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後來 呃 就變成大問題 哦 所以小病也要小心 那我跟你說 因為你知道 我跟老師實在太好聊了 所以我們時間真的很有限 那老師真的有幫我們排了那個 那個排行榜 我想這個排行榜 我們就 呃 我就再公佈在我們的那個女人幫上面 好不好 大家可以自己看 而且我跟你說最詳細的 就是你看老師的書 因為他裡面會寫得非常詳細 你所有的開心不開心 他都會記錄在這本書上面 就可以把它當作日記啊 老師講的針對就寫上去 那最後 老師你拜託一定要教我們一件事 因為我們 大概有四五十萬的粉絲 大部分他們都是上班族 他們都自己的辦公桌 你說在2017年 他們怎麼樣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你可以教我們一些開運的方法嗎 呃 其實我們常提到在過年期間 基本上就是開運的最好時間 哦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仔細看一下 大部分在除夕夜的晚上 大概十二點過後 開始大家在放鞭炮 對 那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會建議你說 早點起床出去走春 對 你可能去外面走一走 回來運勢會比較旺 是 那因此民間一頭常常會在出門 以前呢 以前的這個房子是這樣 以前沒有地毯 對 那以前那個房子門檻的地方 都是木頭做的 對啊 以前的是在門檻下面 埋上 這個所謂的168枚的這個銅板 168枚 就是一塊五塊十塊都沒關係 都OK 就168枚 那基本上他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讓你跨過去之後 一跨過那個一出門 就一路 168一路發 一路發 所以我們可以在門口 就家裡的門口的那個門毯 就是下面擺168個硬幣 對對對 其實如果你都放 比如說你放單一數字的話 對 我就比較建議就是168 那如果你放的是 當他銷售幣不同的話 也可以放兩個五十塊 兩個五十塊 然後六個十塊 六個十塊 八個一塊 那因為你用兩個五十塊帶頭 合在一起變成100 一百 所以它象徵一路發 二路發 喔 這個比較容易 兩個五十塊 對 然後六個十塊 對 然後八個一塊錢 就是168 對 老師那如果我有一個辦公桌 我可不可以在我的辦公桌 我的位子下面擺這個 然後上面一樣放一個紅色的那個毯子 然後我就一樣踩著它 這樣可以嗎 每天都一路發這樣可以嗎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但是還有一天我覺得大家 要特別記這個日子 好 因為以前很多的這個 觀眾朋友可能那個時候 也許你還很小 所以你可能都不知道這個事情 到底在幹嘛 嗯 其實呢 大年初四的晚上 也就是初五的凌晨 對 就是一過十二點 十二點以後 大概在凌晨的三點左右 三點整 你會聽到外面在放鞭炮 你是說等於是初五的凌晨三點 對 外面在放鞭炮 為什麼呢 初五的凌晨三點 那個時候呢 我們是財神 下班 喔 銀財神 對 民間裡頭真正銀財神 現在都假把他一直推 推到別人初四銀財神 不是 以前是初五銀財神 初五的凌晨三點銀財神以後 那麼以前說銀藏卯發 意思就是說 飲食的時候 如果那個的話 接到好運的話 卯食就發了 真的啊 那卯食講五點到七點 所以以前的 包括菜市場 做什麼做什麼 都是五點 就很早就開始 開市了這樣子 那你在那個時候 就開始就會發達 就開始運勢旺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準備一些東西的話 在初五的凌晨三點 是 你其實不一定要那個 你出來開開門 然後或者是這個迎接財神 我覺得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OK 就是你打開門 然後大人說 財神我愛你 我來了 這樣然後跟他擁抱一下 再回去睡好不好 這就是老師教我們的 好方法 就是說其實日子很重要 對 除夕啊 然後還有 初五我們要接財神啊 所以其實過年的時候 大家也別一路 就是睡到就是沒完沒了 其實我們都出去走一走 可以有一些好運氣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很好奇 比如說該準備什麼東西啊 該怎麼做啊 其實老師的書裡面 都有詳細的介紹 因為我自己也是 每一年都會研究這個 就研究老師寫的 然後我們就照著上面的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其實不是很難的對不對 就包準大家一整年都要好運氣 2017年呢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嘛 大家運勢都會起起伏伏 一定有些人比較好一點點 有些人比較弱一點點 大家都是輪的 所以不要心情不好 我可以稍微講一下嗎 請說 其實因為寫這本書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跟一般的書不一樣 好 所以它所有的這個部分 都鎖定在新的一年 包括你家裡的這個風水的佈置 應該怎麼樣佈置 佈置你的財位 財位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小朋友 有新生小朋友 或者是我要改名字 或者怎麼樣的話 要注意哪些事項 比如新生兒 那麼有時候 他有一些要注意的部首啦 生肖啦 筆劃啦 這些東西 那第三個 其實以前他會提到 每一天 用奇門遁甲的方位上 他每一天都會有 財位 旺方 文昌 甚至還有喜神跟貴方 你只要參考裡面的資料 我已經把它轉換成 最簡單的文字 真的 你直接參考 你就可以找到 就是如果你本人看得懂國字 你就可以明白了 意思是這樣 而且老師改名字這件事情 非常的神奇 因為我給他改過名字 有機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改完名字之後 發生了非常神奇的事情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要先謝謝老師 而且老師 我們今天還有準備老師的書 要送給大家 所以剛剛有留言的朋友 跟接下來留言的朋友 都有機會 可以得到老師的寶典 那我們要先用最熱烈的掌聲 先謝謝老師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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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